在某品牌举办的派对上 正好就邀请了嘉行的四小花蛋 从右到左分别是底力热巴 李希瑞 戴森和黄梦盈 小编看了这张照片后 只想说 四个人看四个镜头 你们也是可以的 哈哈 都是高颜值 大长腿 人家各有各的美啊 说到底就是福气 秘洁眼光 热巴的颜值 每天都是体生抽 昨天的他更是光鲜亮丽 真是羡慕他的白皮肤啊 一个夏天过去 竟然没被晒黑 用的是模仿事啊 嘉行一人有一个共同点 走向蜜姐看齐 都是腿完年 你看热巴这小细腿 别说屁 见过真人的小编小说 热巴真腿就是这样的 好了 李希瑞的长相属于预解范的 干净利索的短发 更是凸显了女王风吧 李希瑞的腿是不用说了 之前很因为腿型好看 又长上过热搜呢 你瞧就跟两根筷子似的 这腿型可不需要细就能一样的 好想按在自己腿上 热巴和李希瑞是一块出现的 而黄梦盈呢 是和戴斯一块现身的 可能有人对这两位还不是很熟 白衣服是黄梦盈 黑衣服是戴斯 黄梦盈的长相文婉甜美 你看就脾气很好的那种 对于身高169厘米的黄梦盈来说 大长腿当然是有的 而且她的腿型也很好看 皮肤也是白白的 我要是男生 我会配个他 长相好甜好乖 黄梦盈参演的作品不算少了 比如杨幂主演的《盛夏晚前天》 就是她的主导作品 黄梦盈在校期间就被杨幂看中前下了 之后杨幂主演的《三十三世十里桃花》中 黄梦盈的戏份不算少 演的是挖了素素眼睛的素锦 触角战中也有她 饰演萧玉 就是邓伦饰演的萧策的姐姐 《最莲笼》中也有 黄梦盈饰演的是朵霞 几部热播剧中都有她的身影 这资源算是不错的啦 和黄梦盈携手出现的是 另一位新疆姑娘戴斯 这个高冷发的姑娘 在最近热播的《轩辕》中 她饰演飞语部队的女统领端盟 演技还不错 还有新剧趁我们还年轻中 戴斯也会出演 总体来说也是资源不错 未来可惜呀 这位姑娘也是个大哥哥 你看这腿 也是嘉行长款腿 嘉行姑娘的腿啊 不仅长还必须得细 看来我这小短腿 想去他们公司当搞笑艺人 都行不通啊 看完这嘉行四姐妹 是不是超羡慕 明明就是每个都会美 腿还很长 哪能选出谁赢了啊